前些日子与高中同学闲聊时,突然被问起怎么好久没见你在同学群里说话了,最近很忙吗? 顿时自己也感觉有些愣然,但心里也再清楚不过了,自己并不是忙碌,只是不喜欢同学群里那些互相吹捧,俄语之人说话而已。 现在的我喜欢一个人逛超市,逛街,在家美食浇浇花,喂喂鱼,逗逗猫,给家人做做饭,平时不喜欢参加聚会,去了也是低头玩手机。 我觉得现在每一天过得太快,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,没事还不如多和亲人聚聚说说笑笑,多陪伴孩子。 三毛说人类往往少年老成,青年迷茫,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,因而觉得受挫,好不容易活到老年,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,我们一直出招地活着,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。 发现自己年龄越大,越不喜欢热闹,而是享受一个人的独处。 从年我总想事事周全,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人际关系,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人,想要人人都喜欢我,后来我明白了,即使你掏心掏肺,也没法让人人都满意。 现在的我看开了,无论是在职场上,还是和亲人之间,亦或是在婚姻里,你对我好,我会瞎背对你好,你对我假,我也不需要再把你放心上,更不会再去在乎别人眼光。 女人的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活得没有自我,小时候要做父母眼中乖乖女,结婚后要做婚姻中的贤妻良母。 人生就这么长,却一辈子活在别人眼中,这样的女人活得太没有自我,人到中年压力如三打,而真正能治愈疲惫的是更好的取悦自己。 我们常常取悦别人,却忘记最该取悦的还有自己,所以别只顾着别人,也给自己最好的。 尤其是女人,一旦到了中年,真的就不要再去取悦谁了,人生苦短,女人要把自我放在第一位,多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。 女人活到这个年纪,取悦于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。 有些人相处得累,不如悄悄远离,无论亲人还是朋友,觉得累就躲远一点,谁也不要勉强谁。 年少时候总是喜欢热闹,害怕被别人说自己不合群,孤僻。 现在我明白,喜欢独处不是孤僻,也不是孤独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,是一种修行,一种清欢。 现在的我宁愿一个人独处,也不再去和容不进去的人待在一起,不会去刻意维持关系,让自己越来越虚伪。 安静的独处也没什么不好,没必要挤进自己不喜欢的圈子,强颜欢笑。 女人到了中年,想要活出自我,必须扔掉四样东西。 这没有意义的酒局,不爱你的人,看不起你的亲戚。 虚情假意的朋友,然后在独处中修炼自己,而不是在热闹中丢掉了自己。 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,不浪费自己的时间,让自己在独处中变得强大而充实。 不再违心去恭维别人,不再一味地来卑微自己。 宁愿真实的孤独,也不要虚伪的热闹,沉淀真实而安静的自己,断舍离,跟一切虚伪说再见。 人到中年,人生已过半,细细想来,除去我们吃饭,睡觉和工作时间,到底有多少是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呢? 到了中年的人,应该意识到自己青春不在,应该学会取悦自己,说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,这样才能不复此生。 中年女人学会取悦自己吧,哪怕生活是一团乱麻,也要努力把它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 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品,请为了自己活得舒心一些,活得昂贵一点。 这辈子先要学会取悦自己,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,因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惜自己,还有谁会替你爱惜自己。 所以如果不喜欢谁,就别去取悦谁了,留下余生的时光好好爱自己,不愿做的事情就不要再勉强自己,踏踏实实为自己而活, 对自己好一点,阳光向上一点,不要为了合群而把自己伪装得很累,活得那么凝巴,不妨试着换一种方式,也许会收获不一样的幸福。 从今以后该放下的都放下了,该看淡都看淡,只在乎自己,不再去约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